大家好,我是红鹤 新商业大智慧 这个教材我们已经讲完了第17节 第一章已经讲完了 第二章已经讲到了 外部叙事当中的序人事 序人事要比序趋势更要复杂一些 大家可以找到第17节 耐心的看 有教材的可以看教材 然后思考 没有教材要多看几遍 就能够知道和掌握了 联合自己的实际 那很多人在看了我教材的过程当中 跟我反复的沟通 总会有这几个关键词频繁的出现 第一个关键词 这是不是一个好项目 这能不能赚钱 他是不是骗我的 会不会失败 这家公司是不是传销 很多类似于这样的关键词 来反复来出现 来问我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有吧 那这里我一直想找到一个最简单的 最能够让大家深入人心的 还简单精炼的一句话来总结 快来我想过 我在自知平台上给大家提到的 那个变支和那个自知 这两件事情 应该有必要加强一下 再次给大家实战 来讲解这两件事情 其实如果你要知道了 一方面是自知 右手 一方面左手 是什么 是变支 你就不会再出现 说他是不是传销 红鹤 我做他应该会不会被骗 某某大师 某某交付 适时骗人的这样的事情存在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应该有自知 自知就是零 变支就是一 零和一就是一阴一阳 你只要什么呢 只要有了这一阴一阳 自知和变支 你就能够定乾坤 就能知道这万物当中的变化 什么意思呢 自知 打个比方 说今天红鹤 红鹤的教材是好还是不好呢 自知 指向自己的是什么呢 是因 说我是不适合 我是创业吗 我还是娱乐 我要娱乐 我就不看他那东西 那我创业这个阶段当中 我是哪个阶段 我需不需要 那么我要买他的教材 他的教材有多大的成本 多少钱 我能不能学 如果我不学 我不愿意看书 怎么办 他有视频 那我每天看他的视频 解合这个教材 能能对我有收益呢 我要达到什么样的预计呢 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希望呢 这本书能能实现我的 这些都是自知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轴线上的一个轴 那第二个是什么 变支 变支啥意思呢 红鹤说这话是不是骗人的 这种人值不值得相信 他讲这些东西 有没有效果 你看 最后呢 你变支 他排了1500多条短视频 他这种人 然后他每天的一言一行 包含了什么呢 他的一些展示的状态 这都是变支 变支又包含了什么呢 又包含了分析判断选择 最后离情 离情什么呢 我放弃他 我不关注他 你看看现在我们这些人 说某某公司是骗人的吗 你不自知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家公司对你有没有重要 打个比方 这家公司能让你赚100万 你能赚吗 你有粉丝吗 你能卖出去吗 你能拉到那三个人吗 这家公司再赚钱 别人再赚钱 不是你的 你看不自知 另外什么 是什么 是变支 你能判断出这家公司的领导人是什么 他以前干过什么 他团队干过什么 他都投资了哪 他以前靠什么成功的 他什么样的模式 他用于什么样的分销体制 他这个分销体制是咋来的 他这个产品成本是多少 分证空间是多少 总的利润平衡点是多少 他平台赚不赚钱 他靠谁赚钱 你上面的人靠谁赚钱 你都想不明白 你看这就是一个竖轴 为了更好的 更清晰的 给大家理解 什么是变支 什么是自知 大家记一个关键词 第一关键词 自知就是你的零 就是一个横轴 零就是自知 这是我们第一章节 那个重点来讲的 变支是什么 是你的纵轴 一个横轴 完了有个纵轴 变支是什么 是你的意义 你没有变支 你这辈子创业 你别说创业了 爱情经营 家庭事业 你都搞不好 连孩子都教育不好 好了 那么这个横轴 和这个纵轴的过程当中 就会什么 有个四项 这也是红鹤 众多年实战 为了找到一个方便的 快捷的一个总结 总结出来了 可能有人说说 这个我要批驳一下 除了四项之外 还有很多项 或者是四项不准 没关系 这就是我给大家总结的 解合这个教材 当中总结的 如果有教材的 再把教材翻回去 好好看一看 那八个路径 再结合我今天所说的 自知和变知 这个解析 然后再结合这个四项 这个四项是什么呢 大家在心当中画 一个横轴 是你的灵 是你的自知 人一定要自知 一个竖轴 是你贯穿你人生当中的 一个什么呢 一个开始点 一个终点 那个原点 就是你的什么事业原点 家庭原点 爱庭原点 就是什么 不忘初心 那个初心就在那 初心分成两条线 一个横线是自知 一个竖线是什么 是变知 好了 在右侧 就是自知和变知都高的 这是一个什么呢 取舍 说你自知能力也很强 变知能力也很强 好了 那你叫取舍 说我现在需不需要他 他是在什么 在四项当中的右面 对吧 你看这边是什么 是自知 上面是变知 好了 我自知能力也强 我变知能力也强 我要取舍 我要取 他还有价值 比如说这个教材 这个教材很有价值 但是我现在 我最应该做的事情 不是看教材了 对吧 我是应该什么呢 应该做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招人的事情 管理的事情 那我现在有没有必要买呢 不需要 我没有时间 是吧 我认为你好 我也认为这件事情很需要 我也放一放 那么同样是在水平线上之外的 说什么呢 说自知弱 像这边了 反的方面 自知弱 变知高 我知道什么好坏 但是我不自知 这是欲望 好的东西都知道 你比如说山楂海味 好吧 大家都知道 但你说山楂海味这么好 我也想吃 你不自知 你是个穷人 你天天吃山楂海味 对不对 八年了拉斐 你这不有病吗 这就是欲望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吧 他变质能力非常强 知道好 好吃好房的美女 鲜花掌声 对吧 奢侈品 多让脖子上弄 结果他什么呢 他自知能力 太弱了 他不知道这不适合于你 这不就是欲望吗 好了 咱再看看水平线往下的 说这个人啊 就是这个自知也弱 变知也弱 这是什么样的人 迷信了 你会发现 现在很多很多的创业者都是迷信 自知 自我自知能力弱 变知能力还弱 好不容易找他一个人 这是大咖 这是教父 我上他的班参加多 我就能够月赚三十万 人家百万豪车 我也能够几十万豪车 这就是迷信 当你信一个人 信一个事物 达到或超过一定度的时候 你就是迷信了 你不管信啥 你想吧 宗教也是这样的 宗教他就是这样的 自知的人 我信宗教 叫做一个自修 你比如说最近时间 我们研究佛教 研究什么呢 研究这个疫经 对吧 但我不会走火入魔 这个东西就需要一个哲学思想 我学疫营 就学一个哲学思想 我又不占卜 但是有些人 既没有学明白 还不自知 不什么的 不变知 结果呢 结果就迷信了 上来之后就给人家问夸了 这个这个骗人了 有没有这样呢 有吧 还有一个什么呢 是这面 就我的什么呢 我的自知能力强 就我自己了解自己 但是我的变知能力弱 是什么呢 是你跟社会脱解了 你太了解你自己了 但是什么呢 但是你不敢跟社会当中的进行沟通 你跟社会脱解了 你的变知能力弱 你比如说国家机关干部 他太了解自己了 天天玩政治 玩的可好了 但一进入社会了 完了 什么都不接触吗 你比如说我爸和我妈当老师 在教育系统当中 他一定是什么 最优秀的老师 世纪教师 小些特级教师 可是呢 可是进入社会呢 他就不行了 这都是什么 就这种职业 你看国家公务员 特别是老师 文化分子 他都是自知能力强 但是什么 但是变知能力弱 有没有什么老师被骗呢 我爸我妈经常被骗 因为他太什么呢 太封闭自己了 这个叫什么呀 叫懦弱 我认为是懦弱 不是封闭 之前我认为是封闭 是什么是懦弱 是什么呢 是你没有勇气 跳开了什么呢 熟悉的那个领域 你看我爸和我妈 只要你聊教育 他可自信了 但你要聊一些 社会上那些东西 他就不愿意跟你聊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清高 清高的另一个形态 就是什么呢 就是懦弱 就是懦弱 好了 那你看我们在脑海当中 想到了自知和变知 然后又有四项 你看这四项当中 是不是不解决了 我刚才所说的问题 这家公司是骗子 这家公司好不好 我投资这个东西会不会失败 他是骗人的 这个教材 你看你只要了解 这个自知和变知 有这个四项 都能够解决你问题 咱就说最简单道理 你如果自知了 你关注他干嘛 你他这公司在骗 还是不骗 你能影响了吗 你能改变吗 打个比方 就是黑蹦丁 你能影响和改变 这黑蹦丁吗 你说这个黑车 太什么的 太可恨了 你改变不了他 那你关注他干嘛 那个传销 你是执法人员吗 你不是执法人员 你关注他干嘛 对吧 你只是知道 那个东西再好 不适合我 那个东西再不好 跟我也没有关系 所以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用我们的变知和自知 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思维 其实我们今天告诉大家的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教材啊 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是 当你把教材拿到的时候 第一遍 一共14个章节 我们现在才刚刚讲到了一 一章嘛 就长到了第一 第一章 很小的一个部分 然后第二章 才讲了一点 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系统的一个思维 有人说啥是系统思维啊 这个教材是严格按照系统思维来的 讲到今天你会发现 是不是个教材当中 结合了我们的实战系统方法和工具 同时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我们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系统思维 商道理念在这里面 你看经常会发现 我讲的时不时就说 一经当中一些 一些什么呢 这时候的老祖宗当中都已经定下来了 你看先天 你创业当中有先天叫什么 叫自知 后天什么呢 续世 续人世 续时机 续地理 续环境 续气氛 一共是有15个 最后你才是人为 然后呢 为世 选世嘛 然后才一战成名 战什么呀 战新零售还战新农业 还是继续卖药 然后才有武器 流量 流量武器 然后才有什么呢 才有营数 你看到第九章 你才要讲什么 讲营数 如果我们今天来讲营数的时候 真的就是我们今天 很多人说 说疫情是一个好的东西 但是十个学艺 已经9个人都坏了 忽悠了 变成仙人了 是不是 所以我没有把什么 没有把这个营数放到第一章 反而什么呢 反而一步一步按这个系统来 真要有一天 你们跟那红客学这个教材 一步一步学到什么呢 学到流量武器 和什么和营数 这两个部分的时候 你们真的就成了 要比红客还要强 因为你们是在市场一线嘛 如果你要能够学到 赢到 再学到什么呢 再学到自然 再往后 再学到那几章 你们是非常非常牛的 非常牛的 我希望我们通过一本教材 能够成为朋友 这个教材 我可以仗说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有人就爱不释手 他不用几百块钱来考虑 有的人就认为他就是几百块钱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 仁者见人而仁值 智者见智而智值 对吧 百姓日常用而远值 就是老百姓可能每天都在见 但是他是远离他 智者和仁者的一看 这个东西不是平凡之物 我要用 好了 不多说了 我认为只有精力的 才能够感受 见证上才是最重要的 我是红柯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新牛寿 新商业 新方法 新工具 新实战的一些东西 分享一些教材这些事情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今天的这个短视频 也是给大家解答一些 脑子里面 大家想不明白的 然后呢 一个体系叫做变质和自质 大家可以互动 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跟我私下交流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有价值 拜拜